女人看着冰柜里的尸体 面部逐渐猙獰崩溃的大海 前几天女人因为被男友家暴 将其反杀 藏尸冰柜 可第二天男友竟然离奇复活 还要为她吃人肉小丸子 小美拿出藏在冰柜下的菜刀 准备再杀掉她一次 而另一边小美母亲从聘请的侦探那里 得知小美的男友阿亮是个骗子 急忙向女儿打电话告知情况 可小美的手机此时在阿亮手里 母亲只能先给邻居打去电话 让奇先帮忙照看下小美 自己马上就到 这些年来小美和邻居的关系亲入母女 所以邻居毫不犹豫 双快来到小美家里 得知小美不在家 邻居和男人简单的聊了起来 邻居表示很感激男人上次来自己的家里 帮忙修理饮水机 邻居直接拆穿了男人 因为他从来没有让男人修理过饮水机 而是修理的录音机 男人也觉得自己的身份好似瞒不下去 而邻居乘胜追击大胆推测男士双胞胎 因为小美之前给他说过有两个阿良 此时小美冲了进来 男人开始向小美解释 自己和哥哥从小无父无母 接近小美的目的 就是想骗去房子的归属圈 然后进行售买 从当初的偶遇 到生日都是同一天 这些都是事先调查好的 可慢慢的发现 自己已经爱上了小美 哥哥看到自己沦陷爱情 将他打游 假装他的身份回到小美的面前 自己因为投不着地失去的记忆 等慢慢恢复后 恰巧看到了哥哥被伤 看到男人如此坦白 小美渐渐地放下了疑虑 因为这些天的相处 小美感觉得到 男人重回了以前的温柔 就在这时母亲赶来 一刀刺进了男人的身体力 哥哥 小美渐地放下了 我 何 位 您 遗忍 女人 女人 你 女人